好 我們接著要接著上的內容是 熱的傳播 這裡很簡單 基本上不會有計算 就直接觀念 然後把該背的背背記就好 然後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講過考過N變的事情 這個簡單的事情 考過N變 第一個熱的傳播方向 是從高溫傳到低溫 不是比熱大到比熱小 不是質量大到質量小 是從溫度高傳到溫度低 傳到什麼時候為止 傳到兩路達到熱平衡為止 所謂熱平衡就是溫度要相同 這個簡單的想法 那問題是熱怎麼傳呢 用什麼辦法傳過去呢 總共有三個方法 傳導 對流 輻射 那我們就是教這三種的傳播方式 傳導 對流 輻射 OK 就是熱的傳 熱從高溫會傳到低溫 怎麼傳過去 可以透過傳導 可以透過對流 可以透過輻射 第一個叫做傳導 就是只要物體相接觸有碰到的時候 就可以利用傳導來傳熱 只是有的人傳熱快 有的傳熱慢而已 但基本上只要是東西相接觸 就會從高溫傳到低溫 就會發生傳導的現象 那有一些是所謂的熱的涼導體 然後金屬會容易傳熱 有一些是熱的不涼導體 然後木頭塑膠是不涼導體 不易傳熱 那有的題目從這邊來出一些來問問你 都在那裡 所以大家都可以傳導 對流是對流體 就是所謂的氣體跟液體叫流體 它原則上加熱之後體積膨脹密度變小就會上升 然後冷的就會下降 這種熱身冷降的過程就稱之為對流 稱之為對流 對流 OK 那這裡有一個活動實驗 左手邊這樣子加熱 你的手會感覺到熱 因為底下的水加熱之後 熱對流上升 它就會往上冒 你就會覺得熱熱的 然後呢 左手邊塗二 這樣子加熱 在上面的地方再發生對流 那麼它就沒有傳熱傳下來 所以這個手就覺得不太熱 那這兩個實驗是要證明一件事情 證明什麼事情 這個水的傳 熱波熱的方法 主要是靠對流 而不是靠傳導 因為如果是靠傳導 涂一跟涂二 熱都可以傳過來 你的感受到熱的狀況會差不多 所以涂二的時候不太感受到水溫上升 所以透過這個活動證明 水的傳熱方式主要是靠對流 而不是靠傳導 主要是靠對流 主要是靠對流 而不是靠傳導 主要是靠對流 而不是靠傳導 再來一個就是要對流 第一個就是非常普老的冰箱 這個非常普老的冰箱 還要放冰塊那種 所以就冷凍庫放在上層讓冷空氣下降 然後冷氣機要放在比較高的地方 噴出來的冷氣會往下沉 你們這樣才會保持大家都能夠使用到冷氣 高什麼煙囪就所謂的煙囪效應 就是有對流狀況 因為在同居生活的時候有類似的事情 所以都是利用對流 都用對流的 那這個叫做白天吹海風晚上吹入風 結論要背原因要知道 異球科學會再教一次 白天吹海風晚上吹入風 從圖上就看出到這也是一個對流 這也是一個對流 因為陸地比熱小 太陽一曬 在陸地這邊升溫 比較高溫熱空氣上升 冷空氣從海補過來 所以風從海上來叫做海風 晚上溫度容易上升的容易下降 浮易上升的浮易下降 所以晚上變成海那邊的溫度比較高 熱空氣上升空氣從陸地補過去 然後風從陸地來所以叫做陸風 所以叫做白天吹海風晚上吹入風 然後看這個圖對流的狀況 然後原因是因為比熱關係 結果要背原因要知道 結果叫做白天吹海風晚上吹入風 原因是因為海陸的比熱不同 造成溫度的變化不同 所造成的 然後形成一個局部的環流系統 對流系統 OK 然後下面一個是輻射 輻射又傳熱 我們前面在光的時候教過 哪一種光跟熱有關 紅外線 所以記得紅外線向外面傳 東西只要有溫度就會靠輻射傳熱 紅外線是一種光 光不需要靠戒指就可以傳播 所以輻射不需要靠戒指 輻射不需要靠戒指 所以把它亮出去了 這種叫做輻射熱 熱輻射 OK 熱記得紅外線向外面傳播 它不需要戒指 OK嗎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的 只要有溫度就會向外面輻射 溫度越高 輻射熱就會越強 這個知道就可以了 那麼這個是考試容易考的提醒 問你什麼情況下容易吸熱 什麼情況下容易胃 放熱什麼之類的 出入之類的 OK 白色淺色容易反射輻射熱 深色黑色容易吸收輻射熱 等一下會有題目跟它有關 然後我們地球科學會教那個百葉香 百葉香要七成白色 也是因為它會把我的輻射熱反射掉 所以白色淺色會容易反射 黑色真容易吸收 還有一個叫做光滑跟粗糙 光滑的會容易反射 粗糙的會容易吸收 光滑的會容易吸收 就是要記住的事情 然後考試從這邊來出題目來考你 考考你 OK 那另外一個就叫做保溫跟保冷 只要熱量不會進出 熱量不出去就可以保溫 熱量不進來就可以保冷 所以如果不讓熱量進出 就會達到保溫或保冷的目的 達到保溫的效果 那我們的像棉被 棉花本身就不是很容易導熱 然後你很蓬鬆的棉花 棉被很蓬鬆 裡面有很多的空氣 空氣又更不容易傳熱 這樣的話就會 你蓋起來就會比較暖和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 因為本身就不容易導熱的物質 以及蓬鬆的空氣 然後來幫助我隔熱 然後所以隔熱的效果 所以就是棉被這樣子 然後我們考試比較喜歡考的是保溫瓶 保溫瓶 保溫瓶要隔絕所謂的傳導 就會用一些不易導熱的物質 什麼軟木塞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減少因為傳導會產生的那樣的損失 同時它都會有夾層 夾層抽層蒸空 真空就沒有物質 沒有物質就不會有傳導也不會有對流 所以會減少傳導跟對流造成的熱量損失 那輻射基本上防不了 因為輻射不需要靠劍就會傳出去 但是我可以減少亮亮的光滑的 它就可以反射輻射熱然後減少輻射散熱 所以內部有肚營會減少 因為輻射所產生的熱量損失 這又是所謂的保溫跟保冷 這裡非常簡單就介紹了三種傳播方式 傳導對流輻射 注意一下對流剛才講那個小實驗 要備一下什麼情況下會容易吸收輻射熱 什麼情況下會容易反射輻射熱 然後了解一下保溫瓶的保溫的原理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們叫關於熱的傳播方式 傳導對流跟輻射 接著要關於熱的傳播方式 接著要關於熱的傳播方式 接著要關於熱的傳播方式